战争还是没有停止的这个迹象 因为俄军昨天真的是把尼古拉耶夫的州政府大楼 给他炸烂 造成12人死亡 那原本的目标是州长 还好这名州长是睡过头 没有去上班才逃过一劫 要不然真的是又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亡 也会重创这个乌国他们的领导阶层 来基本上我们所了解到 现在南部包括马力波的部分 刚刚我们也提到亚述营 昨天的媒体还说被团灭 那现在看起来其实是化整为零 那现在了解到俄军他是不是兵源不够了 传出那个所谓的华格纳集团 也要进驻到这边吗 那这边就是显然就要开始 所谓的游击巷战的一个进展吗 华格纳集团其实在战前 其实大家就有在传 这个华格纳集团要加入战局 那当时一起点名的不止华格纳 还有这个车臣军团 那这两股力量其实都是 这个俄军的附庸 就是非常强悍 尤其是擅长这种特种作战 向战 尤其华格纳集团我必须要介绍一下 华格纳集团过去以来 其实他在这个很多区域冲突 都是有介入 那包括之前的乔治亚 俄军 徽军进入乔治亚 还有2014年乌东战争 还有近年的叙利亚内战 那这个华格纳集团 都有很多成员进入 而且他的这个整个身份 是属于半官方 比如他运用这个俄军很多设施 进行相关的训练 包括城镇线训练 聚集训练 这个特种作战等等 然后他也领俄罗斯的薪金 所以人家说他是普丁的私人军队 对 他在国内的话 大家我们看一些资料 他就是在国内住房的时候 他的月薪是5万卢布 如果说他出国 执行任务大概调整到8万 因此对于整个俄军来讲 他是算这个薪水比较高的一个单位 精锐部队 对 而且就是对于外国人来讲 如果在华格纳集团 服一段时间 那他除役以后 他可以拥有俄罗斯国籍 就是他对于规划俄级 他有一个开方便之门 也就是华格纳集团过去来 在遂行俄军 或者俄罗斯国家安全 相关的一些区域冲突来讲 他是打了很多战争 尤其是比较著名就是叙利亚内战 叙利亚内战我们都很清楚 就是打得非常血腥 我们看到很多视频 叙利亚内战 尤其是城镇作战 相关的一些像战甲车 还有城镇里面 狙击枪放冷枪 这种战斗的场面 其实过去来公布很多 因此华格纳集团未来进入 包括马力波或者乌东地区 我认为对于他遂行 城镇这种巷战的环境 那我认为他可以大展 他过去的相关的训练 对 过去可能骁勇善战 那有可能在马力波跟亚述赢大对决吗 我认为是很有可能的 特别是华格纳集团 其实被人家就是一个很具象的一个来形容之 他认为就像那个魔戒 大家有看过啊 魔戒伴兽人 哇这个战力非常的这个飘悍 有人就把华格纳集团还有车臣这种集团 特种部队那视为俄军的半寿人 就是勇往直前 特别对于这种巷战攻坚战 很血腥的战斗 其实这些部队是非常有经验 而且过去以来确实在类似的二战里面 给予了俄军很大的资源 对于俄军来讲 这些人在前面打 我后面提供火力资源 包括战甲车或炮兵的资源 让这些这个所谓的半寿人集团 在前面打打杀杀 最终歼灭这个亚述营 我认为俄军的未来的盘算 他们这个盘算 但是亚述营恐怕也是半寿人 亚述营 你刚才说他是从军转成民 化身为平民 特别是他有地利之变 而且他在这个整个战场经营 他已经十年以上的整个历史 因此对于这个马利波周边的相关的环境 还有如何躲藏 如何与俄军周全 更重要的就是 他地形比华哥那更了解吧 对 更重要的就是有北约很好的情知 特别是他们是结合一些APP 还有就是我们都知道 新燕集团 这无死角的这种通讯的畅通 会让他在情知的掌握 还有北约给他的情知 了解俄军的虚虚实实和调动 我认为双方 所以有可能更胜一筹 对 我认为双方各有优劣 因此在马利波的二战 应该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 也认为双方各有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